大家好,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我过去也是个烂赌鬼 其实烂赌也是一种病,也有分好几期 还没开始赌博是零期 一旦开始赌,就是第一期,赢钱很爽 跟着对钱的概念越来越模糊 下注很大,没有中也不会心痛 就这样进入了第二期,输不心痛 后来输很多,想借钱来翻本 越输越内疚,越内疚就赌得越狠 这就是第三期,不甘言输 如果第三期没有优灯 你就会慢慢伤害你的家人,伤害自己 这个就是第四期,输掉自己 我也因为生命中这两个女人 我才彻底地信我 我不应该连自己也输掉 如果我输掉了自己 我这一生就白活 谢谢大家